全台食品安全在遭重击 苏丹红色素染事件持续扩大 影响范围以波及至知名餐饮品牌 卫生部门于3月1日与二日接获多地卫生局通知 包括高雄市、檀南市及南投县卫生局 发现位于高雄的金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加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顺国际食品有限公司等三家进口商 以及新北市的保兴企业有限公司 共计13P号辣椒粉减出含有致癌物质 苏丹色素3号 违规产品不幸流入市场 其中桃园市肉家食品业者受牵连 包括业界巨头海底拉火锅 海底拉国际食品公司仓储于洋煤区 被发现储存油精占国际贸易进口 且制成的香麻辣粗粉 总计达3200包 每包1公斤 经卫生局寄查发现 这些产品已作为绝望调味料 分送至全台16家分店 累计已紧急退货734公斤 并下较回收145.846公斤原料 而海顺公司进口的辣椒粉 则于2025年8月5日到夕 减出苏丹色素8部 影响桃园市洋煤区美食加食材 通路股份有限公司仓储的 牛王牌辣椒粉 总计640包 目前已通知下架回收 台南市卫生局一通知九方生物科技公司 该公司购入的保兴企业 小米胶粉5000公斤中 减出苏丹红色素3号4部 并追踪到基辛胶粉两批产品 进一步发现下游厂商中的 豆芝加食品科技及加封食品厂 也涉及此次事件 相关违规产品已被封存 南投县卫生局对母子料王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抽检 发现保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红辣椒粉A校7 2026年10月22日 减出苏丹红色素6部 该批辣椒粉已造成 桃园市两家制造厂受影响 此外 新北市保兴企业明治辣椒粉不合格 却引力为通知下游通路商下架回收 有位主动通报卫生单位 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依照卫生局重罚两来万元 卫生局提醒食品业者 一旦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自语 应急主动停止制造 加工 贩卖及办理回收 并通报主管机关 卫福部长薛瑞源在苏丹红事件处理 检讨专案报告会上表示 石药署已针对中国辣椒粉 采取100%逐批查验 确保不合格产品未进入国内市场 此次苏丹红色素事件 不仅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也暴露了供应链监管中存在的漏洞 需要业者 政府及消费者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保障食品安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